大家好 今天又要開箱了 要分享生活中的小玩意兒 那今天 可以看到桌上 東西很多 陣障很大 陣障這麼大就是要開箱 工具類的 所以會有很多的 道具要做示範 那我今天本來 從下午開始準備 準備開箱的東西 還有道具 然後當然也要寫一點腳本 總要有run down 不然整個開箱 亂無章法也不好 然後就一路從 外面太陽還在 弄到現在都晚上了 所以這 錄一個影片的話也不是很簡單 好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 小東西 主角先上場 主角的話就是這兩項 那這一項的話已經 打開盒子了 不是說因為 這一項的話是我去店裡面自取的 所以他本來就沒包裝 那這一項 是 網購的 從蝦皮拍賣買的 那這一項的話 是這個牌子 Lesserman Lesserman的一個小工具 那等一下的話開箱一定會 跟他有關係 那我就先開箱這一個 有包裝的商品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講這一支 這一支也很厲害喔 那這兩支的話都會在這個影片內完成 好 那跟往常一樣喔 我們要來把這個 盒子打開 那盒子的話 我還是用很熟悉的工具 就是這個Lesserman Charge TTI 它是 Titanium 是鈦金屬的版本 那這個時候的話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說有心要買這樣子的產品的時候 有鈦金屬的 就盡量用鈦金屬 因為 這個商品的話 我們就是所謂的EDC EDC 就是Everyday Carry 我今天也會跟各位分享一下 EDC的一些心得 那EDC的東西是每天要帶的 那它又要多功能 又要體積小 所以 它當然重量要輕 我們才有辦法每天都攜帶它 而且我們真正EDC達人的話 應該是 身上的 帶的東西很少 但是可以完成很多任務 這個才叫EDC達人 那我們不可能說出門的時候 帶這種東西在身上 帶這種東西在身上消化 那更不可能說帶這樣的東西在身上 這太可笑了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說一個工具的話 它就有 多功能 Martin Function 那多功能的情況下的話 盡量 動量要輕的話 就是用鈦金屬的 是最好的 好 來 對 有興趣 要看這個 Charge DTI 工具前的人的話 可以看其他的影片 在我的影片裡面的話 有Charge DTI的開箱 這家 在網路上也是一個很知名的 賣工具前的一個店家 我看他包裝還滿 蠻用心的 哇 看起來這是什麼 包裝蠻用心的 來我東西享受一下 好 然後這個Charge DTI的話 等一下還用得上 他也是今天的主角之一 因為我買的這個商品的話 是要跟他一起合用的 再用到他身上 好 這包裝的話 還用報紙 好 這 這對不對 Standless 看起來怪怪的 好 來我繼續看 這包裝很 很多層 而且 你開到現在的話 會有一點緊張 為什麼呢 感覺上老闆會不會 記錯商品 如果記錯商品的話 那就很麻煩了 不過幸虧有錄影 看起來 OK 好 看起來是虛精一場 看起來是虛精一場 所以說 我說當著大家的面 錄影 開箱 一起拆開這箱子的話 也是有好處的 我們把這個 工具先收起來 好了 好家在 商品沒錯 好 這個地方的話 會把它遮起來 我沒有接業配 所以說不便打廣告 那這個 商品的話 叫做 Lazerman Ratchet Driver 那Ratchet Driver的話 我們中文怎麼翻譯啊 Ratchet是 吉倫 吉倫的意思 好 不是周杰倫喔 是吉倫 然後Driver Driver就是 像板手啦 或者是說 像是起之類的 我們叫Driver SchoolDriver 他叫Ratchet Driver 好 那 他怎麼會這個 包裝箱這樣子 好 上面還打了一個 嗯 貼了一個 他們家的標籤 好 這邊又有他的 Mark 好 沒有要幫他們打廣告的意思 不過這一家的話 在高雄 其實 也蠻知名的啦 也不需要幫他打廣告 好 而且 有 開發票 感覺還不錯 好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好 就是 哈哈 老闆不好意思 這個我會賣 撕掉 不然 一直會出現在影片裡面 不知道的話 還有我們收多少錢 做業配 好 他就叫做Ratchet Ratchet Driver 還不錯的一個商品 我們先從外觀 來 來跟大家分享 他這一個型號是931030 好 他是 這個 Lesserman 的工具組裡面的一個套件 那這套件的話 不是連著 商品起來的 例如像我們當初買 嗯 這個Charge 好 TTI的時候的話 他就會附一個這樣子 那當然他還有一個 背叉啦 然後還有一個扣環 然後他也會送一組 KIT 那我當時的話 還有加購了一支 嗯 延長桿 他的起子的延長桿 這樣子 那這個的話 是 並不是標準 當初的標準配備之一 這是要另外選購的 那也不奇怪 因為剛剛 各位有看到售價的 其實他並不便宜 所以說沒有道理 是奉送的 好 那我們繼續看 那這裡面的話 我們看到一個很 很很 Made in Taiwan 這是台灣製的 我們台灣在做 這個工業的工具 也算是世界很知名的 當然 我在前幾天 有在網路上先看到 請他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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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箱影片 是老外拍的 那老外的話 對於 Made in Taiwan的話 略有為辭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他覺得這個 來自於台灣 好像不是很開心的感覺 好 那 他的話 材質是420不鏽鋼 產地台灣 然後他這邊有寫到 他適用於L1產品 配有大號 Beat Driver 的多功能 鉛子或刀具 什麼叫做 這個 Beat Driver Beat Driver 指的是這一個 Chart TTI Chart TTI 因為他這已經是 Nesterman家的旗艦了 當然是應有盡有 這個就是所謂的Beat Driver 我們可以把這個地方可以抽換 那抽換的時候的話 這裡的話 隨身會帶著一組 那一組的話 我並沒有把它裝滿 這邊還有三個空位 可以裝 這個叫做Beat Driver 當然 我們在 標準配備以外的話 還可以再另外選購 當時我就有 有在選購兩組的Beat 這個是 它的Beat KIT 那我們這一套的話 這一套 這一套的話 就稱為 21 21 21ps bit kit 21ps bit 也是 21件的bit 組 這當然是非常powerful 那當然我們不是說 這一個21ps 我們都要帶出門 不是這樣子 是讓我們在出門的時候 自己可以選 選我想要帶出門的bit 然後呢 裝在這個套子的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那這套子的話 當初也是買 Lesserman Charge TTI奉送的 這是贈送品 很耐用的一個套子 而且一家公司 之所以偉大 在於很多地方 會體現得到 它連這一個套子 都是非常用心的 我等一下在開箱的時候 我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它這個套子用心在什麼地方 好 那這個 這一個部位的話 就是所謂的 kit driver 你要有這個東西的話 你才能夠用這個產品 那這個產品的話 它這個地方就是三向的 三向的極輪 那如果說不要三向的話 我們可以用延長桿 延長桿的話 這樣子也可以使用 好 那這個使用的話 就是用它的bit 你的這個bit的話 你可以接在這個頭上面 那當然這個頭的話 我們看得到 它是六角的 影片裡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是六角的 那六角的話 你可能會問我 你這個東西要是平面的 你是平的 你怎麼可以裝到六角 可以 因為它這個地方的話 它其實是類六角 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邊有角度 它是類六角 所以你可以插進去的 是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之所以偉大 就是說 你看到我們一般的話 是用這種六角的騎士頭 六角騎士頭 當然是非常地 match這個地方 但是我們不可能 我們如果說 每一個都是六角騎士頭的話 我們出門可以帶多少 代不了多少 我剛有提到 EDC是什麼 就是Everyday Carry 所以你每天都要期待 我當然很希望它 非常的迷你 而且它又 MART Functional 它又多功能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繼續 再看下去 那它的尺寸 是8.31公分 相當於是3.27inch 它的重量也是滿輕的 36.8克 好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 它這邊有寫 它是四分之一吋 所謂四分之一吋 指的是這個 這個部分 它是四分之一吋的那個 這是音質 音質的那個 Size Size 指的是它這個頭 好 這個產品的話 感覺上是還不錯 好 那它的特色是這樣子 它的特色是這樣子 你裝上去的這個 這個KIT之後 我們不管是用六角的 六角的話 我是從另外一個工具組裡面帶過來的 它不是Laceman的工具組 它是從這樣子的工具組 一個扳手工具組 它是從扳手工具組裡面來的 我們一般來說的話 它這樣子的頭 是要佛 這樣子的起子頭的 這樣才對 但我剛有提到 像東西要携帶的便利又多的話 必須要把它壓扁 壓扁以後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也是Laceman 這一家產品的特色 好 那我們這怎麼使用它 就說例如像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到這個頭 放進去 對不起不要放這個 放這個 好這個才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有這一個的部分 它才是今天的主角 那放進去了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鎖它嘛對不對 鎖它怎麼鎖呢 我們就接在這上面 加上上面的時候的話 我們就可以鎖它 鎖它 那我現在位置是鎖 放在中間的這個位置 刻度在中間 那如果說是轉到旁邊去的時候 它就可以正向或是順向的去鎖它 它的功能的話就會像這一支一樣 這支的話大家家裡面應該都有 就是你鎖的話 它會有一個方向性 就是不斷把螺絲鎖緊或鎖鬆 Losing或這個Tiling的差別 是這樣子 所以說它這個都是一個 單向的一個集輪工具 那怎麼使用的話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那你可能會問我 你為什麼需要買到這個東西 因為剛剛大家不小心看到收價 它並不便宜 那如果說你只要延長的話 我本來就已經有一個延長的工具了 而且這個延長工具的話 其實長度跟 跟這一個 呃 集輪的這個Driver RatureDriver 跟這個elongation 延長桿的話 它其實長度是一模一樣的 它的意思是 為什麼說我要買它呢 因為 這個延長桿的話 我發現它有一個小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我的這個bit 如果說放進去的時候 它其實不好取出來 其實不好取出來 你放進去了以後 它會卡住沒有錯 但是你很難把它拔出來 很難把它拔出來 那很難拔出來的話 很有可能是我這個東西的使用率很低 所以說它還很緊 但是我就覺得它這樣子 有點不大尋常 你看像這次就卡住了 那我等一下的話 還要另外用一個起子 去把它夾出來 所以說我們在戶外 或是野外的時候 我們才會用到這樣子的一個工具組 但是你在那個當下的話 如果是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這是很不好的 因為它有可能會讓你遇到一些 trouble 或者說你現在遇到一些問題的話 你沒辦法順利的解決 因為有可能你要抽換掉它 你才能夠辦得到 或者是說你先去面臨到 好幾種不同的螺絲類型的時候 你必須要更換的時候 這時候去卡住了 那這個Rature Driver的話 有什麼好處呢 它的最大差別的話就在於 它在這個頭的部分的話 它並不是說像它原來的 它是用旁邊有一個彈簧 做假損的 我們看到這邊有一個缺口 旁邊有缺口有沒有 好有缺口 這樣看不清楚 這樣子看得清楚一點 旁邊有缺口 好它是用缺口去做扣緊的一個動作 但是這個新的Rature Driver的話 它是用磁吸的方式吸進去的 大家有聽到一個聲音 我把它拿出來 很輕鬆的可以把它拿出來 好 你看它我們這樣子拿得很輕鬆 然後剛剛這個的話卡得很緊 光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必須 不能夠再繼續使用它的很強重的理由 我就必須要用它 那它的話我們會用在什麼時候呢 例如像 其實我們在野外在使用的時候的話 我有剛才提到說EDC 其實EDC的話 它必須要Model Functional 而且它必須要好攜帶 其實這樣子 而且這樣子隨身工具的話 它不是讓我們好用的 它只是讓我們應急用的 其實 這樣子的一個設計的時候 其實已經很足夠讓我們 克服生活中的困難了 我已經可以足以啊 用它來克服生活中的困難 可是啊 所以說照理說的話應該用它就好 但是很遺憾的 它這個頭出了一點狀況 而且會讓我帶出門的時候 有一個不放心的感覺 而且遇到這樣的情況的話 還要另外再用棋子把它拿起來的話 這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說我就更換的上它 那用它的話我們可以用在什麼時候 你加上了這個有方向性的一個 這個極輪的設施的裝飾以後的話 它會有很多好處 例如說我們今天有一塊木材嘛對不對 木材的話 這邊會有一個木螺絲 木螺絲我們通常都這麼用的 就是你會想把它轉進去 你會用旋轉的 但是我們現在有了極輪的以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壓的 用壓的方式把它壓下去 或者是說我們用很快的方式 把它鎖進去 你就會看到 它會很輕鬆 你只要扭動你 扭動手腕的話 它就會一直鑽進去 所以它很方便 是這樣子 那相對的 你如果說要把它取出來的時候 你只要把它轉個方向 它就會反方向 反方向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是這樣子 這個使用的方法的話 就不用說我再多做介紹 它整個都是很順手的 這會比我們用一個 screw driver 在那邊轉老半天 還要輕鬆的多 是這樣子 那 我說這樣子的一個工具錢的話 它之所以powerful在什麼地方呢 在於說你看我們帶了這幾個bit以後 這些 它就取代掉了這一根 而且它還取代掉什麼 取代掉這一整盒 它還取代掉這一整盒 你這一整盒都不需要帶出門了 這就是EDC的魅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是說 這一次工具錢的話 它除了screw driver 螺絲起直之外的話 它還有好多其他功能 它有前置 還有很多 可以看其他影片 是這樣子 對 那我 所以說 我說為什麼EDC 還有這一個 Lesserman Charge TTI 我很喜歡的原因 就是這個地方 多功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Rachard Driver 它有什麼 這個特色 其實我覺得它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邊有點鬆動 有沒有 這是 可能是有一點 瑕疵 或者是說 它設計上面 在尺寸上的公差 那我們看一下 原來的elongation 其實也是會 也是會 其實這也是 它產品設計上面 的一個小瑕疵 然後再者的話 我在影片上面 我有看得到 其他的產品的話 它會有一個問題 它就是 當你鎖定在 中間的時候 也就是它整個鎖定 鎖死的時候 不會旋轉的時候 的話 我們看到它會有一點點 這個 會有一點點上下 其實我覺得還好耶 非常非常的輕微 不過我在其他影片裡面 看起來的話 其他影片的 這一個晃動的程度很高 蠻嚴重的 那現在的話 我拿到這一個 我覺得 我一點點都感覺不到 有啦 有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這一點點很輕微 很輕微 但是我們在影片上面 看到其他人的 這隻Rretched Driver 它是晃動的蠻嚴重的 那我不知道 是因為 我買的是新版 還是說 的原因 它這邊有寫到 製造日期 是2021年的6月1號 那今天是8月 8月 今天8月幾號 現在8月中旬 今天8月16號 今天8月16號 所以說 這其實是 今年很新的這個產品 是不是有改版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說明 我今天 開箱的這一隻 2021年6月1號 製造的 Lesserman Rretched Driver 它並沒有其他人 其他影片裡面 提到這個 上下晃動很嚴重的狀況 我覺得它有 但是這一點點而已 很小很小一點點 就好像我們牙齒 如果說有時候會 一點點的晃動 但是我們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 會覺得那顆牙齒有問題 一樣 它的程度是非常輕微的 那你如果說左右旋轉它的話 我覺得它會有一點點這個扭動 那這扭動的話 大概是在 兩度到三度之間 那我們在這個網路上的話 看到很多人有去測 評測它這裡面的話 會有 旋轉 其他影片已經有做過事情 我就不再重複了 這旋轉起來 總共有32顆度 那180度 除以32顆度的話 一度大概是 一個顆度大概會轉幾度的話 大家可以緩算一下 那再者的話 我說明一下 這一個產品 它的那個扭力 扭力有到25英尺磅 大家可能沒有概念 25英尺磅的話 等於是相當多少牛頓米 是33.9牛頓米 那我剛剛也有先設備一下網頁 這一下網頁的話 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有幫大家換算一下 它是25英吋磅 25英吋磅 然後它相當於是33.9牛頓米 33.9牛頓米的話 其實很高 我們通常 在 如果說是一個工具 它標榜 有50個牛頓米的時候 它就已經算是 高扭力工具了 而且 它已經算是 氣動工具了 也就是說你可以用 Compressor 用氣動機 去驅動這一支 磚頭 對 所以說 我覺得它這個產品的話 真的是還不錯 如果說它有 真的有 東西跑去哪 它如果真的有 25英吋磅 也就是33.9牛頓米的話 它確實是一個 非常強力的水深工具 那這個測試影片的話 我會放在整個影片的資訊欄裡面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測試影片 而且蠻多人測試的 測試起來的話 大概有25 有人測出來是25英吋磅 有的人是測出來大概20多英吋磅 但是我看起來的話 好幾個影片都在20到25英吋磅之間 所以說 它已經算是一個非常好的工具了 再者 我說實在 隨身工具 它其實扭力不需要做到這麼大 因為這扭力大的時候 它必須裡面的齒輪 跟外面這些材質的話 都要夠強力 它才有辦法 為什麼我說隨身工具 不需要做到這麼大扭力 你看喔 它是裝在 我們這支工具顯上面使用 所以說它包含了好幾個部分 這個部分的話 假設它能夠承擔 這個33.9牛頓米 也就是25英吋磅的話 問題是這個套件能不能夠承擔 這裡 下面這一個部分 不見得能夠承擔 而且你的手也不見得能夠 鑽出這麼大的扭力 我們的手的話 如果說能夠有5英吋磅 已經是很大的倍率 很大的萬利的人了 所以說 其實這個 這樣子25英吋磅 33.9牛頓米的話 我就覺得有點 over specification 有點過度規格 其實沒有必要 是這樣子 那它這樣 這樣子的一個產品的話 我們把這個bit拿起來了以後 可以把它放在 我們這個卡架裡面 對不對 那我要介紹一下 它的這個包裝 它外面附的皮套 它是非常棒的皮套 怎麼說你知道嗎 如果說這個公司的話 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巧思 我們把這個工具顯 縮起來以後的話 我們當然是要放在這個地方 它後面呢 會有一個空間的話 是要讓你放 你的bit 你的bit kit 那bit kit的話 當然你不需要全部都帶出去 你家裡面的話 你可以選用 再放在這上面 好 你放進去了以後的話 我們當然是工具顯示要放進來 這時候的話 你看到它旁邊會有兩個口袋 小口袋 那小口袋的話 我們可以放一個 這個 elongation 延長感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的話 它是比較粗的 比較寬的 我們就可以放這一支 放這一支 這個ratchet driver 那你可以看得到 它完全的符合 我剛剛很輕鬆就可以插進去 而且它有一個很 很足夠的reining force 可以避免它掉出來 所以說 這個產品 它當初在設計的時候的話 就會把很多的音速考量在裡面了 所以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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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產品 好 那不能免俗的話 我們來測量一下它的尺寸 這個尺寸的話 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是8.3 8.3左右的長度 那它的寬度的話 是 大概是在 我看到 1.7左右 不到 1.5 1.5左右的寬度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產品 好 介紹給大家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 時間一轉眼的話 都快過了半小時了 大家如果說 只想要看後面這一段的話 前面可以用快轉 我要介紹第二項的產品的話 是它 好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它的名字叫做 Kinip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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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bra X XS 你可以看到什麼地方 Kinipex Cobra XS Cobra 是眼鏡蛇 我們知道 然後這個是 KiniKes KiniKes是德文 所以說 我們唸起來的話 不是用英文這樣的發音 它唸作 KiniKes KiniKes 好 然後呢 它這樣的一個工具的話 它是一個 非常精巧的工具 它 長度只有 10公分 100個厘米 非常輕 只有62克 那62克裡面的話 它這邊有寫到它的規格 非常厲害 它長度只有 它型號是8700100 那長度是 總長度是 10公分 那 它最大可以夾到 1inch 1英寸的水管 1英寸很大喔 我在家裡面的話 想要找 這個 板手 我找不到1英寸的板手 因為1英寸的板手 太大了 好 我們如果說 在家裡面長備的話 最多大概到 八分之七 就已經很大了 好 那1英寸的話 已經有達到25.4厘米了 那如果說 它夾這個 那個 六角螺絲的話 它可以夾到 20厘米 但是事實上 它是可以夾到 1英寸啦 對 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 我買這個 產品 你知道嗎 因為第一個 它有幾個特色 它是世界上最小 最小的 板手 活動板手 最小的水管前 那它又最輕 而且你最小最輕 還不稀奇 它有很大的 Gripping Capacity 就是說 它可以夾的這一個 可以應用的 螺母的尺寸的話 很大 它最大可以到24厘米 我們剛剛已經有看到 那我說 我們最近的話 都愛封EDC 這是隨身可以帶的一個商品 它確實很小 你看 我們Lesserman的工具錢的話 跟它的長度也是差不多 那很輕 它非常輕 它只有62克 那我們剛剛 有提到的這一個 這根 我看 那根桿子 這個 Richard Driver的話 這個就已經38點多克了 這個才62克 所以說它很輕 所以它很好攜帶 好 很好攜帶就算了 不是好攜帶就行了 它還 非常的 Functional 它最大可以夾到1英寸的管子 然後它的螺絲的話 可以夾到 這個25.4厘米 也就是1英寸的螺絲 那它上面的話 是有提到 它只能夠 它可以夾24厘米 但事實上 這個是可以夾到 1英寸的 因為我們稍微有一個角度 是沒有關係的 那所以說 這個東西的話 好攜帶 它的功能性又很強 那如果說我們 這樣的一隻 它可以取代什麼呢 它可以取代好多 我就不需要帶這樣的東西出門 我只要帶這一隻 就可以取代到它 然後再者的話 我們以前要用活動版首的時候 我們會用到這樣子 會用到這個東西 這東西的話 從此就可以把它放在家裡了 不需要帶出來 除非要防身 或許是說 我們可能也會帶像這樣子的東西出門 它的原理跟這個一樣 但是我們講一下 這個原理 這個原理是一樣的話 但是這個卻是好用得多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這裡的話 只有幾個 1 2 3 4 5 它只有5個刻度 這一隻的話 它有11個刻度 也就是說它完全的涵蓋 所有的螺母的尺寸 所以說它非常方便 那它還有什麼特色呢 第二個 另外一個特色是 它這個頭非常的堅硬 這個頭的 這個強度的話 有到硬度有到60HRC 60HRC 再來是它這個頭很小 所以說它可以在很小的空間裡面 去操作它 你可能沒有感覺 你比較一下 好 就可以知道我說 頭小跟頭大有什麼差別 這個的話 是沒有 它在比較小的空間裡面 它是沒有辦法操作 但是它還可以操作 是這樣子 對 那 再來是說 它的那個 它這個地方的話 有一個叫做 Boss 這叫Boss Joint 什麼叫Boss Boss的話 它是卡榫式的一個夾法 Boss Joint 叫做卡榫式 所以說它在夾東西的時候 它是很緊的 你看 例如像 我夾這一個螺絲 給各位看 這可能要再大一點 好 再大一點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到很清楚嗎 它的夾的話 你看 這一個六角的上圓 會夾在這個位置 六角的下圓 夾在這個位置 所以說它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是非常的精良的 這有什麼好處 夾這樣子的話 有什麼好處呢 它不會把這個螺絲夾壞 鎖壞 所以說 我們在這樣子操作的時候的話 這個螺絲是比較不會損傷的 那我們這樣子的一個產品的話 它還有什麼呢 它最大還可以達到1英寸 所以說它一支抵多支 然後再來是說 它是一個又很輕 然後這一支 在EDC界裡面是非常知名的 它非常有名 很多人都會把它帶在身上 隨身攜帶著 因為很輕 那我們會在什麼地方 還會用上它 例如說我們在家裡面鎖水管的時候 我們就會 它一支它就可以鎖了 我們就不需要說 帶著這樣子一大堆 這東西啊 不會有人帶出門的 這太可怕了 好 對 那 那你可能會問我 你沒事帶這東西出去幹什麼 說實在話的 我出門的時候一定會帶包包 對不對 而且包包的話也不能大 包包的話就是要小小的 例如像這樣子 這也是一個很知名的 這也算是EDC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有功能的包包 它叫做Air Daysling 2 那改天有機會再跟各位介紹 好 那你的容量很有限的情況下的話 你當然是很希望它有多功能 對不對 是這樣子 然後而且可以用在非常多的場合 然後它可以取代很多大型的工具 那它可以夾的一個距離的話 比8分之7的inch還要大 還要大得多 我們可以看得到 還要大得多 它可以夾到1inch 這是8分之7喔 所以說它是一個非常functional的一個工具 那我今天的話介紹了兩個很棒的工具給大家 一個是Lesserman Briture Driver 蠻不錯的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它 這個是Kinepass Copra XS 非常迷你世界上最小的 六角螺絲的活動板手 最小的水管鉗 推薦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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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啦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